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了没跟着peter一起转 我们今天来到nftp show 感谢所有今天加入的朋友 2023年1月10号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讲 整个moonbird 这边是一个什么状况 moonbird最早 其实大家通通都是非常的期待 那cc零售moonbird其实在 5个亿左右吧 盘得非常久 那最近moonbird价格又上了 将近到10个A 现在大概就9个A 那后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们后面Kevin Kevin Rose 他们毕竟还是持续在建设人 他们还是蛮懂community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moonbird之外 那还有一些其他新闻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首先我们先来看moonbird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moonbird最近呢 有一个新闻 moonbird最近有一个新闻 我们先带大家看moonbird 那我们有community里面也有朋友 有一些moonbird的 那前一阵子还有在这边跟我们在聊到moonbird moonbird后面他们现在其实主要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逛一下他们的网站好了 如果大家记得moonbird他们之前前一阵子 他们本身自己moonbird之外 他们自己出了moonbird的类似 像bins一样啊 那他们当然nesting是staking用之外 那他们还有出了其他的一个小只的东西 那moonbird最近的新闻其实就在于 他们本身自己做了什么 他们跟好莱坞的一个agent合作 那这个agent 他们主要就是帮忙啊 帮忙就像是 之前呃yoga lab 他们参加这些agent一样 那我们知道在好莱坞 很多类似这样的艺人的算是仲介吧 你要从仲介或者是艺人的经纪人也行 那他们大部分的时间 主要除了是安排艺人的工作之外 那还有一个很大事 帮他们做这个事业发展的一个 算是管理啊 那什么叫做事业发展管理 那就我们所知之前呃 像yoga lab的猴子 那还有what a woman 那他们其实就是跟呃youtube 跟马达娜 他们是同一个经纪人 那这个好处是当你有经纪人的时候 那通常呢 经纪人可以帮你安排的内容 会除了他们本身自己的资源的整合之外 那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媒体的发行啊 那比如最基本的 他们这边讲到 moomba将来啊 这个uta 是有什么东西 uta这家公司啊 就所谓的united agent united talent agency 这uta这家公司将来有什么东西 可以带给moomba 他们讲最基本 第一个是什么 有可能是一些影集 电视 然后 非我们知道是电影啊 电影电视音乐 甚至游戏 还有运动书籍 那还有最主要branding branding就是他们的品牌 还有licensing licensing就是 他们的这个算是品牌 品牌代言啊 以及这个 他们的产品的这IP的这些 这些内容 那除了这些之外 那marketing branding 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一起的 那branding这一块 更像是在家里经营的community 跟经营你的fans跟image 那品marketing的话 就是做一些形象的管理 你看Rose特别这边讲 你看这个UTA 可以跟prove这边一起合作呢 那当然中间是有些因缘机会 因缘机遇 因缘机遇 就是他们当初其实有一些人 遇到在一起 那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那目前为止 moomba 其实都是还是在ethereum上 那他们其实超过 就是1万个 这个launch 超过1万个这个moomba 那其实moomba 他们现在除了本身自己 的这个moomba community之外 那他们后面其实蛮多的是跟 艺术家 跟AI AI generative arc 甚至跟艺术 这边有关了 所以他们后面的背景 不是只是 只是纯纯的一个 fans community 而已 那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一个fans base 他特别人在讲到 最近最近整个 UTA这个新闻的发表之后呢 那moomba价格涨了57% 那这边也是在于说 哎市场蛮看好这个价格 我们带大家上来看一下moomba的内容 moomba的话目前为止是8.52 8.52这个eth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开过一管校 我们有朋友说 哎 譬如我的头像是用moomba 但是moomba跌到 快要跌到5个eth以上 我印象把它换掉 我说嘿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那你就留着吧 你进去前一阵子 他改这个cc0的时候呢 其实蛮多人非常反感啊 大家知道moomba最早啊 moomba最早是 2.5个eth出来 命给大家的 中间最高价格到了40几个eth的 你没听错 是40几个eth 那从40几个eth就回 回到了将近5个eth 那你要讲说 这个就是熊市的威力啊 熊市威力有办法把nft从最高点 然后打到 将近是只剩下10%不到啊 哦 40几个eth跌到快要5个eth 所以大概跌了85% 然后moomba他们后面 整个整个community 目前为止啊 如果你问我像啊 zuki moonbird 甚至啊 还有像doodles 这几个都是相对是蓝筹 那这个蓝筹 他们走路线有点不同 那这个也是看个人的喜好 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了解 那我们看除了moomba之外 在市场上还有一些什么样 特别的消息啊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到 gala game这个币啊 那gala game其实今天持续也在涨啊 那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这个项目呢 我们以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项目的话 就是游戏相关的一个平台 那gala game上面很多游戏 是之前在整个crypto牛市的时候 那非常受欢迎啊 那有些游戏里面的神态 甚至大家还是把它当成是 一个门生意来做啊 那你说gala game 他们之前的价格从0.012一直涨一涨一涨 最高最高涨到0.8级啊 那这个是牛市涨上去啊 那现在又从牛市 从0.82级跌了94% 那跌到前两天的话 应该是0.0 我看一下gala game 看下gala game的价格啊 啊 诶 这价格来到0.04啊 来到0.04 现在 那这一波呢 这波从低一点 0.018 然后0.048 我是跟大家讲说这个第一波第二波 这个地方看起来 如果bitcoin持续往上走啊 我现在bitcoin这波还是持续往上的这个力道 可能还在啊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熊市里面 的一个pump 这可能短线还有一个小小的机会 但是你要这个地方再去追高的话 相对的话 风险就是比较高啊 那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一个 币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稍微要 避开一下 那另外这边讲到 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就是pokémon的一个假的pokémon nft 那假pokémon nft 如果你去命啊 有这个假pokémon nft之后 那你的 你的电脑就是会被害客害啊 那现在其实市面上蛮多类似这样子 是假的不管是nft或者是这些钓鱼网站 你只要去按到哎 玩游戏 你看 如果去click这个play的pc 这个有download 那这个download这个game之后呢 那他其实整个你的电脑的话就会被 开客等于是控制啊 那控制之后 那蛮多状况 你只要被开客控制之后 那你的电脑整个windows的话就是 内容通通都被他拿走了 那很多是整个个人的data 那还有他帮你安装 一些这些流氓软体啊 甚至就是病毒 那病毒是控制你的电脑之后 那很多时候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大家会建议啊 如果你真的要去炒b 或是炒nft的话 哎用苹果电脑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那这边还有讲到一个 2023年的新年 2023年的新年到现在整个市场 哎涨了 nft 市场涨了23% 20 整个26% 这边涨26% daily的volume 那特别是无聊猴整个collection 那领涨 那领涨跟去上个礼拜比也涨52% 那这个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一直提醒大家讲说哎 我们新年来可能会有一波新的行情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注意大家是从 蓝筹开始 注意啊 那这边讲nft base nft 整个一直涨啊 solana也是持续涨 nft base 涨了26% 上个礼拜 那solana涨了28% 那immutable immutable ex 涨了20% cordano 涨了35% cordano nft也是蛮多人 的在里面啊 那甚至还有甚至 Bnb 啊 Binance smartchap 他们community 里面也有一些nft 那nft是比较偏向于游戏相关的 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蛮专注在Bnb的 我晓得Bnb里面也是有一些钱可以赚的 那当然是熊市的时候大家还是相对要保守 那这边也讲到 cordano 我们讲到这边一个新闻 讲到cordano 就是chorce horkins 那他特别跟大家聊到nft 他说我个人呢 我个人不会花钱去买这个IPNFT之类的东西 那他也是这边因为这边有个叫做list ada 叫做lif nft跟他聊啊 特别是add他在推特上add他讲说 heychorce看起来嘿有点像你啊 只是他讲说 这个就是他这其实他的一个头像嘛 他说啊我喜欢这个照片呢 但是我个人我不会花钱去买 类似这样的IP的东西 因为他对他来讲他其实是blockchain crypto的人 那这整个nft项目只不过是 crypto或是他这个区块链中心去中心化的项目中间 其中一个应用而已 那chart horkins在市场上存在其实是一个蛮奇葩 那你要知道cardano从最早 到现在其实已经经过了两个牛市 两个牛市一个熊市到现在第二个熊市他还在这个地方 那他后面其实的community跟爆发力一直持续都受到蛮多人的看好 大家知道当初为什么ftx没有上ada也是有一个原因理由存在的 就是代表他后面是不愿意让人家操弄的 就是他们其实本身还是蛮有想法 那这边讲到一个nftnow这个新闻讲到web3 在未来2023年像vr然后在luxury nft metaverse 绝对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我们今年就看到好多nft还有metaverse元宇宙的项目出来了 那我们小时候像苹果自己要出自己的gargo 就是3d vr元宇宙的眼睛 那大家知道现在不是只有facebook自己变成metaverse的而已 是所有所有的东西都变成metaverse 那像从这边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好多的银行你说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citybank 那甚至像汇丰他们其实很多都开始做一些元宇宙的项目 什么在元宇宙里面 那在sandbox里面他们有自己的银行体系 可以在里面做资产管理什么的 那这个我觉得在未来啊 这个慢慢慢慢有可能变成一个趋势 那需要一些时间呢 目前为止看起来都还是相对是市场是marketing 这个推广的一个噱头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边 那跟大家讲讲moombird 我觉得moombird还是持续大家可以关注啊 那整个市场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 那再往上涨 大家不要忘记我们2023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一波行情啊 我感谢所有交流的朋友 那请大面来 晚安最近拜拜